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具备高颜值 更提供着趣味十足的互动体验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屏幕只能触控 而且很容易一摔就碎 但是这个沙袋中的屏幕就是让我们来打的 这款智能交互沙袋 它里面有一个可发光的交互屏 只需要跟着音乐的节奏和光斑出现的位置进行击打 拳击运动增加了游戏的属性 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达到训练效果 智能交互沙袋后端 有一个10英寸的高清显示屏 沙袋内置的传感器 可以实时跟踪运动者的挥拳轨迹 及时反馈击打数据 除此之外 沙袋内置了物联网芯片 可以随时以身在异地的好朋友 痛快地打一场 比赛开始 这样一场与好友的对阵 是不是畅快淋漓 没再够 还想再战 咱们换个方式 继续 今天赛大后程车不大 要保持体力 好嘞 和传统的健身车不同 这款健身车搭载了 实景骑行功能 场景根据经典路线实景拍摄 模拟真实的骑行环境 让人们足不出户 也能体验骑行环游世界 智能电机阻尼技术 可以根据骑行时的具体路况 智能匹配 并自动调节相应的阻力 重现骑行的爬坡难度 让骑行者身临其境 同时根据连接的应用程序 可以实时观察 对手的速度和位置 让竞赛更有趣 更精彩 准备冲刺 你怎么比我还快 Yes 赢了 智能功率健身车 走不出户 也能骑行世界 曾经是体验 让健身不再枯燥 智能功率健身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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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个人 这阵台 冰难以咱们 还没务力 是 是 对了 恰美 我来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APP中的教学视频 您可以边看边学 规范动作 控制好甩绳的节奏 调整好呼吸 APP还给您提供了和全国各地跳绳爱好者同场竞技的平台 看起了跳绳的新玩法 我们的两位挑战者将挑战不间断跳绳100个 双脚跳动的频率平均一秒达到了5下 小林出现了一个失误 另一位选手突破了自己的记录 挑战成功 智能跳绳 能技术 能陪练 传绳运动设备潮流升级 如果跳绳运动让您感觉太过剧烈 想要进行佛系健身 但还想保持不受限制的优点 甚至工作健身两不一 那么它来了 这款走步机采用了脚感酷素 当你在走步机上运动的时候 底部的压力调感器 能够准确地感知你行动的频率 并且进行自动的速度上进 这样再也不用担心 速度太快而摔倒了 无刷电击传动 让您在运动时 也可以享受一份静谧 搭配同系升降桌 办公也不必久坐 效率健康都两全 便携走步机 小小便携脚感控速 让您随时随地轻运动 作为运动达人 除了健身还必须得有范儿 脚下踩着它 你就是整条街上最亮的仔 智能体反滑板 会自动检测身体的平衡状态 不需要手持遥控器 只需要将身体重心前移 或者后倾来进行前进和停止 即便是像我这样的滑板新手 也毫无压力 智能体感滑板 拥有3D体感控制系统 内置压力和陀螺仪传感器 读取的数据会传入到智能主控板 内置的AI算法 可以判断用户的姿态 适应你的运动偏好 检测到滑手正在上坡 会计算所需的电机扭力 在保证用户稳定的情况下 加大电机输出 同样的 在下坡的时候 也会自动限制电机输出 以提高安全性 除了体感操控 还可以利用遥控器 APP遥控 让滑板更符合您的运动习惯 智能体感滑板 3D体感控制 引领户外滑行的炸接潮玩 地面似乎已经无法承载 运动达人酷到极致的追求 准备好了吗 现在起飞 哇 这实在是太酷了 到底人是怎么飞起来的呢 其实啊 这个下面是一个巨型的古风机 通过电机带动螺旋桨旋转 形成高速气流 再把风速控制在每秒35米 也就是相当于12级台风的风力 这个时候呢 风的方向依然是旋转的 再通过出风口整流器的过滤 把旋转风变为均匀的平顺风 人就可以脱离重力的束缚 一跃而起了 教练啊 已经看了这么多 您快教我怎么飞吧 别着急 换一身衣服 走吧 走 除了最重要的风速 飞行的姿势也是决定 能否成功起飞的关键 我们需要将身体呈反弓形 投向后仰 双手双脚自然张开 尽量保持身体平衡 然后就可以在气流的带动下 自由地飞翔 娱乐风洞 人造台风 带您摆脱地心引力 怎么样 有这么多新奇炫酷的智能健身设备 陪伴您 别在家里宅着不动了 快来一起燃烧卡路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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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